來 這個第六題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來講解 同學我們來看他的第一個選項 他說空間中 平行一個直線的兩相異直線 一定會互相平行 同學對還是錯 說話對還是錯 對 來 同學第一個請你打勾 他是對的 我比給你看好不好 同學看我這邊 這一根指揮棒是一條直線對不對 然後我手上這兩支籤也是代表直線 這一支籤跟這個指揮棒是不是平行 對吧 平行一直線的兩直線 然後左手邊這支籤跟這個指揮棒也平行 那請問同學 這兩支線有沒有平行 有還是沒有 有啊 當然有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稍微想像一下 他這個題目我們再看一次 他說空間中平行一個直線的兩相異直線是互相平行 沒有錯 對不對 這個籤跟這個指揮棒是平行 然後這個籤跟這個指揮棒也是平行 所以這兩支籤是不是都互相平行 沒有錯 確實沒有錯 所以第一個選項他是正確的 這樣可以嗎 第一個選項請你打勾 第二個選項我們來看一下 空間中垂直一個平面的兩相異直線 一定互相平行 我選對還是錯 垂直一平面的兩相異直線 你看我這邊 這個我手上這本書 這個課本就是一個平面 來 我問你 這條直線垂直這個平面對不對 這一條直線垂直這個平面對不對 來請問你 這兩條直線有沒有平行 有啊 當然有啊 沒有問題的 來 第二個選項請你打勾 這樣可以嗎 所以前兩個選項都是對的喔 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說 空間中過已之直線外一個點 恰有一個平面跟這個直線垂直 有沒有人看不懂這個題目 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我看不懂 你看不懂題目對不對 好 直線線下一個點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圖面 來 那個 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右手拿的是這個指推方代表一個直線對不對 我左手拿的這本書代表一個平面 請問你喔 這個直線跟這個平面如果垂直的話 請問這個平面會有幾個 一個 還是很多個 還有很多個對不對 這個平面跟這個直線垂直嗎 那我請問這個平面會有幾個 是不是會有無限多個 我讓他保持垂直啊 比如說像現在這樣子上下移動有沒有 那是不是很多個 然後這個題目說過已之直線外一個點 我需要其他的道具 林傑先幫我橡皮擦給你借我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希望自己有三頭六臂 誰可以幫助我呢 來 林傑你幫我好不好 來 上來幫我一下子 然後這個橡皮擦好了 來 上去這邊都是平面 來 上去看一下 看上去 高舉高 這樣講好了 來 上去你看喔 這個是直線嘛 過已之直線外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這個橡皮擦 好 他說怎麼樣 下有一個平面跟直線垂直 基本上這個平面跟直線垂直 這個平面是不是會有無限多個 對不對 這個平面可以上下移動嘛 可是當他在移動的時候 如果我要讓他也通過橡皮擦的話 請問你 這樣子的平面會有幾個 只會有一個啊 因為當他移動的過程裡面 通過橡皮擦 這個平面是不是就被定住了 他就不能動 所以這樣子的平面是不是只有一個 沒有錯 所以第三個選項 同學對還是錯呢 對的 謝謝 Thank you 這樣可以嗎 第三個選項是對的 恰有一個平面跟直線垂直 這是對的喔 這沒有問題 來 第四個選項來 我們一起看喔 空間中過椅子平面外一個點 恰有一直線跟此平面平行 請問你 第四個對還是錯 錯 為什麼錯 我想想看 我好像還是需要小幫手 你還幫我好 你幫我扶責這個平面好不好 幫我扶責這本書 同學你看喔 品項現在拿的是一個平面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平面外一個點 就是這個橡皮叉 然後他說 恰有一個直線跟這個平面平行對不對 來 說一下我問你喔 這個直線這樣子跟平面有沒有平行 有 那我請問你 這樣子的直線是不是只有一條 應該不是 這條直線可以怎麼樣 轉 可以這樣轉嗎 這條直線是不是可以這樣轉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第四個選項 對還是錯 錯 謝謝 感謝品杰 謝謝 所以這個題目喔 他的正確答案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123 123 這樣了解嗎 這考試蠻常考的喔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給你一點時間 剛才這個題目喔 重新再想一次 這樣好不好 這個題目還不錯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課程 今天的課程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跟同學談的是 空間中了平面的關係 來 今天放開你的課本 或者把你的筆記本拿出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談 平面與平面的關係 我只能再把這個 筆記本拿出來 把這個抄上去 那你如果不想抄這個筆記的話 請你把課本拿出來 知道我們在講哪個地方 我完全照個課本的順序去教 同學我問你喔 你知道空間中如果有兩個平面的話 這兩個平面的關係會有幾種 你知道嗎 其實會有三種 這三種情況 我稍微畫一個簡單的圖形 來 第一種情況是什麼 這兩個平面有沒有可能完全碰不到 有可能 兩個平面如果完全碰不到 他們的交集是空集合 這個時候代表這兩個平面是什麼關係 平行很好 來 比如說我這邊畫一個小小的圖 這個兩個平面平行 這個很簡單 這個圖形課本上也有 這個叫做平行 可以嗎 平面一般來講我們會用E1跟E2來表示 一般來講用E來表示平面 兩個平面平行 來 我們就這樣寫E1怎麼樣 平行E2 這個代表平行的記號 這樣可以嗎 兩個平面平行這樣可以嗎 完全碰不到 這第一種情況 那第二種情況 它其實也蠻無聊的 同學平行很無聊對不對 第二種情況更無聊 第二種情況就是這兩個平面是什麼關係 重合啊 兩個平面完全疊在一起嘛 這兩個平面基本上是同一個平面嘛 所以第二個情況就是這兩個平面是重合的關係 來 我把這個圖畫出來喔 這樣子 然後畫另外一個平面跟它重合 兩個平面疊在一起對不對 好 來這個時候這兩個平面的關係是什麼 E1然後等於什麼 兩個平面疊在一起 兩個平面疊在一起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人叫做重合 這樣可不可以 這個叫E1 兩個平面疊在一起 這兩種關係都很無聊 對不對 但是考試真正比較重要的是第三個關係喔 來這個第三個關係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第三個前面給它一個讚喔 好 好 來有沒有同學要告訴我 兩個平面的關係 除了平行跟重合之外 第三個關係叫做什麼 交予一線 對 交予一線 那個交予一線 我建議同學一定要會畫那個圖形 兩平面交予一線要怎麼畫 你要不要練習一下畫這個圖 來這個圖 我建議同學可以稍微畫一下 兩平面交予一線喔 就這樣畫嘛 對不對 好 這樣畫 這個立體圖形大概長這個樣子 欸 這樣有沒有感覺 對不對 兩個平面交予一線 來把這個圖畫上去可以嗎 他們的交集是一條直線 這個平面叫做E1 這個平面叫做E2 好 兩平面交予一線 這個情況比較重要 因為當兩個平面有一個交線的時候 這兩個平面會有假角 兩個平面的假角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東西叫做兩面角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介紹 所謂兩面角的概念 來 我們下一個標題 請同學寫上去喔 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今天的主題 叫做兩面角 那有沒有同學知道什麼叫做兩面角 兩個平面的假角 兩個平面的假角 把這個寫上去 所謂的兩面角就是指兩個平面的假角 OK 那怎麼去找兩面的假角 它在數學上是怎麼樣規定的喔 來 我們把它注意寫一下喔 要找兩面角就是 來 我這邊上寫喔 建議同學把這句話寫在課本 或者筆記本上 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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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把這個寫上去喔 然後旁邊我來畫一個兩面角的圖喔 兩面角的圖大概是這樣畫喔 慢慢教喔 這個高二廂的題目 高二廂的內容不會很好 來我看一下齁 這個圖大概 大概是這樣畫 然後這裡被擋住了 應該要畫續線齁 來我等你 我等你 給你一點時間 把這個圖畫上去 嗯 好 來這個我把它封起來 OK 來先把它寫上去喔 好等你喔 好這個需要你把它寫上去 其實我最希望就是你回去先看過課本 這樣子你就可以決定 我在黑板上寫的東西喔 哪一些你需要抄 哪一些可能不用抄 你可以決定你要怎樣去進行這個課程 好課本先看過 在學習上面其實是滿有幫助的喔 來我等你喔 把它寫一下喔 好我們這個進度慢慢的進行喔 好 好了嗎 來首先同學看我這邊 欸你抄完了嗎 就這樣子 然後這裡畫一個圖 好兩平面的夾角畫 首先同學你看到我手上有一個立體的模型 來所有同學暫停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不會擦掉 所以不用急 來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大家都知道平面是無線延伸嗎 兩個平面如果要有夾角的話 首先這兩個平面一定會有一條什麼線 一定會有一個交線嘛 對不對 一定會有個交線 那我先問一個小小問題喔 請問你兩個無線延伸的平面 當他們有一個交線的時候 他們的夾角會有幾個 你先回答我幾個 兩個 兩個對不對 阿為什麼會兩個 同學這個角度 這個夾角很簡單 這個夾角如果是30度 你告訴我另外一個夾角會是幾度 150度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是不是剛好180 這樣了解嗎 可是我跟你說喔 來你有沒有看到我黑板上畫的這個圖 我黑板上畫的這個圖 這兩個平面是不是無線延伸的平面 不是 這個叫做半平面 他們是一半的平面 這兩個平面有沒有夾角 有 但是他們的夾角只有幾個 只有一個 就好像你把一本書打開一樣 有沒有 這個打開之後 它是不是剛好有一個夾角 所以我們一般在談平面的夾角 你要注意喔 有時候你要把題目看清楚 到底它指的是兩個半平面的夾角 還是兩個無線延伸平面的夾角 這件事情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先了解一下 兩平面的夾角是什麼樣的概念 那有了夾角的概念之後 那我們就要來看數學上的定義喔 要怎麼樣去找兩個平面的夾角 對不對 你說老師這有什麼難的 就是那個夾角嗎 數學上有一個規定喔 來仔細聽喔 他說你要去找同時垂直什麼 膠線 膠線 的直線的什麼 的夾角 來 跟著我寫喔 而且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垂直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把它圈起來 我們都知道我們沒有辦法去量兩個平面的夾角 我們的量角器只能量線的夾角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在這兩個平面上找到兩條線 然後這兩條線會張開一個角度 我們可能可以透過量角器 或者透過一些方法去量這兩條線張開的角度 可是數學很妙喔 他跟你說你要找這兩條線可以 可是這兩條線一定要同時垂直什麼 垂直膠線 同學這兩個平面是不是有一個膠線 他的膠線在哪裡 在這裡啊 來同學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是這一條是不是叫膠線 這兩個平面是不是有一個膠線 好 然後同學你看喔 這個是膠線嘛 然後我們又在這個平面上找到一條直線 在另外一個平面上找到一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會張開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去量那個角度是幾度 可是數學上我規定說 這兩條直線一定要同時跟這個膠線怎麼樣 垂直 好所以我們現在比如說你看我這裡喔 我在這個平面上找到一條直線 那這一條線跟這個膠線是什麼關係 是垂直的 你看垂直有沒有 是不是90度 數學上不一定要90度喔 要90度 然後你在這個平面上 你再找到一條線 然後他跟這個膠線也要怎麼樣 跟這個膠線也要垂直 OK 來 跟這個膠線也要垂直 這樣可以嗎 然後同學他就這樣規定 他就說 這兩條膠線 不是這兩條膠線 這兩條直線 他所張開的角度 比如說這個角度叫做什麼 這個角度叫做θ 這樣寫 這個角度叫做θ 那麼這個θ就規定喔 我們就規定這個θ叫做兩平面的夾角 這個就是兩面角的地面 我們等同學來稍微寫一下 可以嗎 這一個叫做θ 有看到嗎 來請你寫上去喔 可以嗎 可以 好那這裡有一個問題喔 這個每一屆喔 交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都會問一個小小的問題 同學我問你為什麼要垂直 欸 這很關鍵 你不會有這個疑問嗎 我們要找 在這兩個平面上找到兩條線嗎 這兩條線 我們去量 他的張開的這個角度 叫做兩面角 兩個平面的夾角 但是我們要去理解一件事情 理解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找到這兩條線 要同時垂直這個交線 為什麼 為什麼要找垂直 為什麼 他這樣規定一定有理由的啊 為什麼 換 來祥韻你說說看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對不對 好 我為這個事情準備了一個模型 我盡量用不同的方法來跟同學說明 來 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 這兩個平面有一個交線對不對 我這樣這個模型你看得清楚嗎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綠色的箭頭 我問你這個綠色的箭頭 跟這個交線有沒有垂直 你看一下 有沒有垂直 綠色的箭頭跟交線有沒有垂直 有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個黃色的箭頭 這個黃色的箭頭 其實他代表一條直線 請問這個黃色的箭頭跟這個交線有沒有垂直 有 所以我們講的兩面角指的是 綠色的箭頭跟黃色的箭頭 它所張開的角度叫做兩面角 對吧 然後我現在再給同學觀察一個東西喔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紅色的這個箭頭 請問你 紅色的箭頭跟這個交線有沒有垂直 沒有垂直 那現在請你感受一下 什麼叫感受一下 請問你綠色的箭頭跟黃色的箭頭 它所張開的這個角度啊 跟綠色箭頭還有紅色箭頭 所張開的角度 這兩個角度 你覺得有沒有一樣大 有還是沒有 我告訴你沒有一樣大 是不是沒有一樣大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想 為什麼我們在找兩面角的時候 我們規定要同時垂直交線 因為這樣子出來的答案 才會有什麼性 才會有唯一性啊 對不對 我們做了這個規定之後 你找了跟我找了 才會是同一個答案嘛 不然大家隨便畫 這條線我這樣畫 這條線我這樣畫 我們每個人找出來的答案都不一樣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會造成學習上的困擾 聽懂我的意思嗎 簡單解釋大概是這樣 我這裡如果這樣聽你有點不太了解的話 因為我看到同學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現在在想辦法把剛才這件事情解釋得再清楚一點好不好 這樣好了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現在這裡可能還需要一個小幫手 來這一次換誰當小幫手 還是品傑嗎 好吧 那就品傑你再來幫我 你幫我扶著這個電影版 這樣子喔 這樣子 對 然後你再過去 給同學看這個電影版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我要讓你感受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只想定義一下就講過去 同學我問你喔 黑板這個平面啊 跟點名板這兩個這個平面 這兩個平面他們的夾角 同學我問你 他們的夾角就在這裡對不對 數學上是規定說 他們有一個交線 你要去找同時垂直交線的直線 然後 譬如說這兩字簽啊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這樣子 他們張開的這個角度 張開的這個角度 叫做兩面角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送嗎 可以齁 好那我問你一件事情好 對不起等一下等一下 你相不相信 我可以改變這兩條直線的位置 讓這兩個平面的夾角 讓他變成180度 你覺得能不能辦得到 事實上這兩個平面的夾角 並不是180 但是我可以去改變這兩條直線的位置 讓這兩條直線的夾角 看起來很接近180 你知道可以怎麼做嗎 比如說我今天極端一點 我這樣子 來同學我這樣子 我這樣找 來請問你 如果今天這樣子的話 請問你 這樣子的話 這兩條直線的夾角 是不是就很接近180 欸有看到嗎 我蹲下來 這樣有看到嗎 那其實不要講180 我也可以讓他很接近0度 你知道怎麼讓他很接近0度 比如說這樣嗎 而且你有看到嗎 比如說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很接近0度 欸這樣有看到嗎 可以齁 好 並且謝謝你 謝謝